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什么 就是政治 我们 掩得起立的考验的人 就叫真 我 赚了钱 我还规规矩矩 一般人 你叫他穷的时候规规矩矩 都很难 因为穷 他就不择手段 可是你有了钱 你要让他规规矩矩 那就更难 因为财大寄出 我管你的 你有本事把我抓去吗 这种人蛮多的 所以穷也害死人 富有也害死人 各位就体会到 上天是用金钱 用财货来考验我们每一个人 你看建立 见钱眼开 这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人 钱财是工具 不是目的 目的是正不正 正不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能不能摆平 摆不平的话 那问题就出来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说 你摆平了没有 摆平不是用强制的 强制的更摆不平 他每个人立场不一样 每个人身份不相同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你要摆平 你就必须要求圆满 所以我们一正讲做人要正直 而且要持久 你正直一分钟有什么用 正直一天有什么用 正直三年也没有用 很多人就是一段子 一段时间很正直 然后吃了亏以后就觉得 那我正直干什么 我比谁得很 那就完了 在学校操心很好的人 到了社会 反而很多是经不起社会的考验 所以我们就开始制造很多名词 说什么社会是降纲 你被它污染掉了 这都是很奇怪的说法 降纲能把你怎么样 人家处污你而不染 什么降纲 那都靠自己 靠环境 那人如果完全靠环境 那人努力干什么 学习干什么 你就让环境去摆拨就好了 这是对自己不负责的一个表现 我们现在都很清楚 正不正在你 别人不知道 哪个人不说自己正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正 不了解 正不是说我很正直 我意识不够 我样样都是受规矩 那叫正 2000年来我们都这样解释 所以我们才会满口仁义道德 而表现得很龌龊卑鄙 我们曲解了圣人的意思 许这权 就是那条太极线 你要走出来 你走不出那个弯弯曲曲的路 你就没有办法正直 你是什么办法正直 我们始终是二分法 直就是直 曲就是曲 要命 曲才能直 你看越是直的公路出车会机率又大 越是三路齐驱 越是九万四八拐 都安全的 因为人一看到这个路啊 歪歪歇歇 他敢睡觉 他就很认真的 那个角度都把他很稳 你一小心他一小心就安全了 路这么直 没问题啊 就说话了 就开始打大疙瘩了 啵一下就出去了 这就现实告诉我 越直 越容易出问题 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的高速公路 交流到敢用直直下去的 你试试看好了 你在高速公路上面 速度那么快 下高速公路的时候 你说你减速减速 那还是很高速的 一下子冲出去 就干算了 人类的智慧就表现在 交流到永远是弯曲的 曲是直必要的过程 上挂跟下挂 它在当中啊 有一个交结处 那个交结处是曲线的 不是直线的 实际上水平线也是起起伏伏的 也是弗形的 没有直的东西 两点直线 直线最短 但是永远是达不到的 你从这一端要走到那一端 你千万记住 太极线 它是弯弯曲曲的 所以为什么直话 人家听不进去 你一讲直话 它就火大了 那你有什么用 你稍微弯转一点 你稍微转个弯 它听进去了 就有效 你就安全 所以疫情 它给我们的生活 第一个就是安全 第二个是有效 第三个是方便 但是现在我们都认为说 哎呀有话就说啊 拐弯木只要干什么啊 有话直说啊 你管它 你什么反应呢 那就是目中无人 这种人就叫做目中无人 一个人 正直不正直 跟我们所想象的那个 有很大的差距 孔子费尽苦心去解释 但是我们都没有体会到 我们要有效 我们要让大家能够照着去做 你非要采取一种 迂回的方式 否则你是达不到愿望的 我会外源内方 我会替别人家想 圆就是方 方就是圆 像这种观念 外国人是很难解释 方就是方 方又跟圆扯在一起 中国人是很清楚的 越小就越方 越大就越圆 同样一个东西 小小的 那一定是方 方方方到了很大的时候 它就圆了 所以当我们说做人要大方一点 你就听懂了 做人要圆通一点 那个方就是圆 这个人很圆通 就是答案大方